是很喜歡吃鴨鴨 對,每一年最少吃鴨鴨 因為我們從香港過來 我看你一次過也吃很多鴨鴨 其實不是很多鴨鴨 一人兩隻,四隻 所以我又買到回去 還買了這些鴨鴨 買回去 你特意回來深圳買嗎 對,我在香港走完山 然後在附近 然後特意坐車過來買 我今晚回香港吃 但為甚麼要特意回來買 便宜了 差多遠 如果這麼大,香港起碼貴三倍 深圳連塘口岸 是香港人北上買大閘蟹的熱點 主要因為價錢比香港平一半以上 一出光就已經可以賣蟹了 讓我先問問他們 你們這些蟹是怎樣賣的 價錢在那邊,放五隻,數一隻 這是甚麼蟹? 蟹 能夠香港人來買嗎 這些是100元三隻 那公斷的蟹,放五隻,數一隻 只是58元一隻 50元,70元 價錢很低了 能夠香港人來買嗎 有很多,香港人是別的 鑽國灣又有一間 這些小的蟹是100元三個 這些蟹是100元四個 現在蟹的蟹是比較輕的 蟹的蟹是比較輕的 現在是這個 是這個嗎 多不多香港人來買嗎 基本上沒有香港人來買 都是香港人來買嗎 是否便宜一點,所以人們會來買 可能要跟香港人多買 可能給別人吃 以往香港人最喜歡吃 陽晴湖和泰湖大閘蟹 其中很多店舖都會標榜自己 是泰湖蟹 不過根據2020年 長江流域禁餘計劃 宣佈為期十年的金布期 泰湖內是不可以圍網致養 和布流大閘蟹 直到2030年前 都不會有真正的泰湖蟹 現在所謂的泰湖蟹 最多都是泰湖旁邊的圍堂 引入泰湖水養殖的蟹 這是甚麼地方 公收泰湖 你問那些買特產人 每個人都說公收泰湖 你已經有標籤 跟這些沒有標籤有甚麼分別 這些是普通湖的 泰湖那裡多圍的 這些是泰湖中間的 泰湖中間的水質不少 蟹裡的養殖質不少 價錢比較貴 這些是65元,65元 這個呢 這個40元,這邊50元 下20多元 這個商家小錢的 這些聲稱泰湖中間的蟹 但房藝扣竟然就貴了20多元 以前這種標籤 這些是網上買人家人的 我們這些 我們也不敢說是用蟹 我們是中中泰湖 可以讓你看看嗎 那些就是假的嗎 對,這些都是… 送給我們玩,可以嗎 可以 像這些標籤,自己網上買 放進去 沒有人說是中中用蟹 外面那些沒有用蟹 很多人的養殖 更加比我們泰湖更差 你們的標籤也可以做的 那麼大閘蟹專賣店的蟹 又是怎樣 這是哪裡 江蘇 江蘇,現在是否沒有洋情戶 洋情戶 你也有洋情戶 有洋情戶 裡面,你見識別人 沒得識別人 你們也想看看 要我們也有,也有辦法 但難買 可以,你買的,是貴的 貴嗎?不值得吃嗎 對,很貴 我看見有人說有防藝標籤 防藝標籤,5號至1個 不,5分之1個 我那裡有整個堆 整個堆 哪有整堆 現在是這樣的 有藍色又有紅色 有小壺和小壺都有 但放進去都是… 有數碼,全部有縮緣 根據2017年,洋情戶大雜蟹 產量為1600萬噸 市值約3億人民幣 但當年以洋情戶名義 賣的蟹總銷售額有300億 即是九成都是無牌貨 加個假的防藝標籤 就當真蟹賣,這樣也行 原來不止一間店有買這些假蟹購 還說是從網上買的 我們也試試從網上買了些假蟹購 看看是怎樣 這裡就是我們上網買回來的 洋情戶大雜蟹的防藝購 七十多元就有500個 跟我們從深圳拿回來的 幾乎一模一樣 我們就用官方的程式探測一下 防藝查詢竟然顯示 請掃描正確的二維碼 根本就甚麼都掃不出來 再試用相機掃描 這些扣跳出來的 都是同一個網址 看到很多有關 洋情湖大雜蟹的資訊 不過就不知道是否真是假 據說在內地大型連鎖超市 可以買到真正的洋情湖大雜蟹 一到週末,就有很多香港人 蜂蟹蟹蟹蟹蟹蟹 看到已經有很多蟹蟹 這裡又說是陽情湖的大雜蟹 蟹有一個標籤 標籤是防藝的標籤 不如嘗試一下,看看它的標籤是真還是假 有了 一嘗完之後就可以看到 蟹內不同的訊息 哪一個人養 還有一個驚慰度 就代表牠養這隻蟹的位置在哪裡 其實陽情湖大雜蟹 都有分狐蟹和堂蟹 狐蟹就真的在陽情湖養殖 而堂蟹就在陽情湖周邊地區 引入陽情湖湖水養殖 雖然都有官方認證 不過堂蟹價錢便便宜狐蟹一半有多 除了在超市和街市店買蟹 還可以在網上買蟹 也是一個很熱門的渠道 我們在網上找到很多 賣大雜蟹的店舖 我們聯絡其中一間 他說可以在香港訂深圳 他標榜自己是陽情湖大雜蟹 一隻三兩,五十九元人民幣 我們買了四隻 還聲稱可以送到深圳的任何地方 我們在東門就順利拿到一隻蟹 我們剛剛在外賣小哥那裡 拿到這袋聲稱是陽情湖大雜蟹 會有防蟹購的大雜蟹 開一個包裝也很簡陋一下 只是用一個束帝的袋包著蟹 裡面呢 有一個水瓶的冰 我們明明訂的時候 他聲稱是陽情湖大雜蟹 兼有防蟹購 但是似乎到手就沒有了 我們事後問回這間店 他竟然跟我們說 忘記綁防蟹購 店家這麼說真的有點搞笑 很難不怪人懷疑是假蟹 根據海關公告 旅客在其私人行李中 攜帶合理數量的食物 如水果、蔬菜、全熟肉類 海產包括大雜蟹等 以供自用一般不受限制 不過就沒有指明多少隻 才叫不合理 帶得太多大雜蟹過關 也有機會被檢控 更重要是吃了來歷不明的大雜蟹 毫無保障 其實大雜蟹有分內銷和外銷 外銷蟹一般是國家的質檢局 檢控一次,到韓國那邊要檢控一次 來到香港的食環處、食安中心 都要檢控一次 所以有三重的保障 其實在大陸很多地方 只要是池塘仔、渠、任何東西 養蟹的地方都可以拿來賣 食物安全方面就沒有那麼好的信心